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时间的达卷》以电视化的视觉手段 呈现百年奋斗历程中的英雄故事 割划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作为主创胡歌直言感到荣幸又感动 这次能够参与《时间的达卷》的拍摄 然后演艺论一名塔吉各族的英雄人物 拉奇尼我是觉得非常棒 拉奇尼他们一家三代都是互编员 每一代人都轻其一声 驻守边家守护边防 拉奇尼他是第三代互编员 自从他接过了那一张祖船的互编图之后 整整十七年 他带领着边防的官兵 在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高原血域 守护我们祖国的边疆 在这个过程中 他遇到了许多的生死攸关的险境 但是他从来没有退缩 没有犹豫 因为拉奇尼曾经说过 他说我是一名共产党人 最危险的路我应该走在最前面 就是这样一句普世无华的话 让我看到了一名共产党员无比坚定的信念 他把守边护边当作了自己一生的事业 今年一月份 因为要营救一名落入冰窟的孩子 他不幸牺牲了 年轻41岁 就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还高喊着 先救孩子 拉奇尼他的英雄实际告诉我一个道理 就是只有当我们把自己的理想追求和祖国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时候 他才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在这次的拍摄过程中 我还有幸的见到了拉奇尼的儿子 11岁的小巴迪尔 他刚刚看到我的时候呢 他还有一点害羞 但是他转身就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指着我说 他说他有点像我的爸爸 后来工作人员把这个话转述给我的时候 其实我当时是非常感动的 就是我那一刻我在想 我不仅仅要把拉奇尼这个角色演好 我还要努力让自己也活成他的名样子 后来拉奇尼的儿子拉尼尔 后来小拉尼尔告诉我们 他说他长大了也要和他的父亲一样 成为一名湖边缘 我相信那一天 他会和他的父亲一样 只要党国家和人民需要他 他就会奋不顾身 他就会尽心尽责 有人说 人生最完美的演绎 就是灵魂的传承 是真心的付出 人生最大的付出 人生最大的诚意是牺牲自己 相处他人 我想这就是拉奇尼最完美的线照 近几年 SNG陆续成功打造了一批仪闪亮的名字 我们在行动 这就是中国为代表的凸显正能量主旋律的优质节目 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 都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接下来SNG还将在新闻 综艺电视剧 纪录片 公益广告等各个类别展开创作 推出一系列标志性的精品立作 全娱乐就让我们期待吧 上海报道 上海报道